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在特斯拉與德州舉行年度股東會後 接受美國媒體CNBC專訪 他在訪談中提到了 台灣萬一遭到中國控制 對全球會有什麼影響 你認為中國會有什麼影響 去擺盤台灣嗎 中國的主意是 台灣必須組織 被問到中國控制台灣 是否會對特斯拉這個企業不利 馬斯克則表示 如果到了那個地步 全世界比特斯拉 處境更不利的企業所在多有 中國的經濟和全球的經濟 都像是融合的融合的融合 這就是融合的融合的融合 這就是情況的重點 他還表示每個人都應該關注 美中之間的競爭 你對中國和美國的融合 我來講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 OpenAI 代表是開放 所以這個意思是 Google的反對 是開放的融合的融合 因為Google是開放的融合 那這個融合的影響 可能會危險 儘管馬斯克當年和OpenAI執行長阿特曼不歡而散 不過他現在也創立了自己的人工智慧研發公司XAI 就是要與OpenAI互別苗頭 環宇新聞張元俊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完成更多的評論 結束 判斷 手動 誰 還是 誰 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